Linux档案结构介绍 这个单元要为各位说明一下Linux底下的档案结构 如果说你是使用Linux Meet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桌面上有个加目录 你可以直接打开你的加目录 那这个加目录在实际上的档案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前往上一层 我们看上一层 上一层就是在Home底下有两个使用者的目录 我们再往上一层 这层就是根目录了 你可以看一下它这边有个一条线 代表目前是处于根目录的底下 那我怎么样进去我刚刚讲的加目录呢 我们点Home 然后点NTPC 我这个使用者的加目录 那么往上一层 这是往上一层 那这是回到上一页 意思是不一样 我们往上一层 往上一层 好 最后呢 你就不能再往上了 这一层是就是根目录底下 你可以看到的全部的资料价 那如果说你要看隐藏档的话 你可以按滑鼠的右键 显示隐藏档 那你的权限呢 可能只能看到自己的隐藏档 例如我们看自己的底下有隐藏档 那不建议把这个隐藏档让它显现出来 我们还是把它关闭 好 那么回到上一层 回到上一层 然后这是第一个你要认识的档案结构 就根目录底下有个home 就是我们使用者的第一个资料夹 进来之后呢 如果你有很多使用者 那就会有很多的资料夹 好 再来我们要认识的第二个资料夹 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先回到最上层 好 根目录底下 一个叫media的资料夹 好 我们点进去media 然后呢 你会发现这有两个资料夹 我们先点这个ntpc 好 这里面呢 会出现自动挂载的随身碟 随身硬碟 或者是网路硬碟 都会在这边出现 目前我只有让一个新增随身区的分割区 自动挂载 那如果说 我要把这个54G的储存区呢 也挂载 我们点一下 好 点完之后呢 我们回到上一页 因为它自动已经进到54G的储存区 我们回上一页 好 你会发现 在我们这个ntpc底下呢 就多了一个 好 编号 有个英文编号的 分割区 那这个资料夹呢 其实就是这个54G的 好 我们点进去看 是一样的东西 好 同样的 我们点个80G的 好 你可以看到它的资料夹 那它实际上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回上一页 好 回上一页 好 它是在这个资料夹 好 我们点进去 其实是一样的 好 那为什么要认识这几个资料夹的实际上的位置呢 我们先把它 打开一个 好 unit boot in 这个烧入随身碟的工具 好 那我们这边打ntpc 好 OK 你会发现 当我们在找一个 这个ISO档的话 你会发现它跳出来的视窗呢 你可能会不认得这个视窗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 好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第一个 这个符号表示说回到最上层 好 那已经在路的底下了 就是根目录底下了 好 那如果说你的资料放在随身碟或随身碟的话 你就要找media这一个 好 ntpc 好 你会发现你可以看到这几个 好 那至于这个英文字的符号代表的哪一个分割区呢 我们就要看原来的介绍了 好 这个上面的好 80G的是F5D开头的好 54G的是C20开头的好 你可以做做做个对照好 所以你必须知道你的档案结构 你才能够找到你的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好 如果在这个情况底下 那我要到我的家目录的下载区怎么进去呢 一样 你可以回到最上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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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到home ntpc 下载 好 各位可以试试看 你能不能够随心所欲的 到你想要去的一个资料夹 好 我们回上一层 回上一层 好 那就是回上一页 意思是不太一样的 好 那这是其中一个 每个软体呢 它可能会呼叫出不同的档案的管理 好 那我们看一下其他的 好 如果以 好 这个编辑软体 open shoot 我们看一下 如果要加一个档案 好 那这个 它呼叫出来的档案管理员呢 就是我们那个liners meet的内建的内模的 好 那这个可能比较熟悉 好 把它关闭 好 那另外一个呢 OK 灯 Live 它也不太一样的 我们来选择一下 加入素材 好 你会发现 它呼叫的档案管理员呢 应该是属于 KDE 它的档案管理员的方式 那 同样的 你要能够知道你的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好 我们可以先回到最上层 好 那这是home 我们使用者的地方 media呢 就是随身硬碟 随身碟的挂载的地方 好 大概要知道这一些位置 那档案的介绍呢 大概就到这边 是的 感谢观看